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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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 欢迎你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全看了 情神父的虾鹿都看了 《不能够的洗碗机》 哇 果然是很厉害的 各位观众都知道 想大家也认识 Sister 宝儿 之前我认识了你 多少年呢? 我不知道 读完书之后 人家邀请我来做兼职人 我想那时候可能是十二年 对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生命安全的军事 对 好 玄龟正传 今天你来到这里 那当然就是飞一本无献家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名字是什么? 我叫T.E.A. 是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r 好了 检查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今天有点特别 我想你来看看这个牌 你可以拿着 有菜单 对 这个菜单就是 你来看看 很难选择啊 你猜不到是什么 其实有什么名字 不如你也可以说给我们的观众 母动叶子 流星 心花老房 永恒的爱 初春 木月的美丽 所有东西都觉得好像 很不可以相信 好像永恒的爱 我会比较相信 OK 好 永恒的爱是吧? 好 是 那这个呢 就是 你选择你的永恒的爱 对吗? 噢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这次第一次 我们有花茶 噢 继续花茶 这个是会 你看一下 待会 让你去感受一下 所以要一个透明的糊 因为 我们以前 做开的几集 我们就没用的 这个是新的 即是又可以欣赏 又可以喝 Exactly 我可能会很专注 看着你的茶 会变成什么 好 那我们先等一等 好 大家先等一等 讲一讲你的背景 给我们认识 其实你在哪里出生 以及在哪里长大 是的 这些东西 我香港出生 那 十岁的时候 移民了来这边 嗯 嗯 首先是在Windsor 落脚的 之后 妈妈就搬了 即我们就搬了去Toronto 其实你十岁就已经过来 那你现在中文都不错 其实 是 我想我一直都看中文电视 听中文歌 朋友都是中国人 所以英文范围没有那么好 可不可以讲一讲你家是怎样的 其实 我的家是怎样的 是啊 那我还有爸爸 我没有提他 我小时候 十岁的时候 我和妈妈和哥哥就搬到这边 我爸爸就工作 他就一直都是在香港的 所以其实家庭都是分开了 那 当然有很多的转变 就是移民 你小时候不会问你意见 都不是很想搬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不想离开香港的 是的 你有朋友等等 搬了来多伦多 那就一个新的生活 就是一开始 我就有很多ansiety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他有很多for salam 夜晚 我就怕到 我就会每一晚睡前 就会organize 如果是真的 那我应该要怎样做呢 那我自己又有个plan 那我就偷钱 偷妈妈的钱 就放在我的睡衣上 我就会觉得妈妈应该会不记得 就是她会害怕她就不记得 所以我就永远都会带钱 就是我就要想 我要戴什么外套 我要戴个毛公仔 我要帮妈妈拿多件外套 就是就已经安排了 如果所有人都不记得 我就已经plan了一个rescue的plan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移民的关系 所以出现了这些 对 又有点ansiety 又要学英文 那时候学习的形式 我哥哥就好像父亲那样 他就会 你每天都要学十个生字 你今天学不到 你明天学二十个 那后来我就好像在房间里 那我心惨了 你学十个 不会立刻念十个 那我搞一下这件事 那整天就坐在房间里 是 所以那时候都很困难 但不懂读 又有点ansiety 那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的生活 我们先看一看对方 好吗 看不见到 哇 不如试一试吧 好吗 深一点 可能味道不是很浓的 不过OK OK 可以吗 嗯 很香的 所以我闻得很香 好 喝杯 喝杯 听你说过 就是你小时候的生日 曾经有一个很不开心 就是一个 我听到你都很心酸的一个经验 是呀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小时候呢 就 因为很多的转变 爸爸又不在身边 那 哥哥他照顾我 但是他是 男孩他都年轻 所以 他不是很懂得很温柔地对待我 是怎样对你 我觉得他很拒绝我 就是 我觉得他不喜欢我 你知道 有时候 那些兄弟姐妹 可能 一个 抬开我 我 哥哥不喜欢我 有些比较reject的感觉 是的 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他的心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自己就受伤了 那 又好像困住在房子 要读十个 然后二十个 很大压力 那之后又 晚上又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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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稳定的环境 那 那 还有很多 在心里 那 那 感觉到有很多 的suffering 其实里面有很多 sardness 在里面 就是会有个fear 在里面 那 那 那时候 连自己在房子里 就 真的很想死 小时候会想我自己很想死 但我怕痛 小朋友看电视 不知道是否是一件坏事 那些自责 就想死 很卡通 有那个 伤害自己的念头 但不是说自己痛 我也不想自己痛 但只是觉得 没有出口 就是不开心 我看不到怎样会快乐 那 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 第一个庆祝的生日 那 那 我很记得 啊 他生日愿望了 那 妈妈就精心准备了蛋糕 那之后 也有一些新的朋友 那他那些新的朋友 大家就围着 啊 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很真心的 我说 我想我早点死 之后 我妈就 嗯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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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是很真心的 你说出口 是啊 那 你的生日愿望 我又没有想到别人的想法 但是你说我的wish是什么 这个是 是我的wish 那 就当我说了笑 那又没有再问 那 就说不可以这样的 那 那时候我心里很违离 因为觉得 你又问我什么wish 这个是真的 说错 你又不相信我 那样 那可能都是一个小朋友 不懂去科学 但是 已经给了个sign 就是有些问题在里面 那之后其实都不喜欢上学啊 常常用尽方法想留在家 就是会 假扮跌低啊 或者 冲完来就吹冷气啊 那样 你真的会想着 我要病 那我要怎么病呢 那就可以不用上学了 那就是很想留在家 很想对着妈妈 但是你有没有 就是叫做正式看过医生啊 因为 也很严重啊 十岁的一个小朋友 你要想想快点死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 的病 是的 但是没有看医生 唯一的天生 就是天主 因为过了几年之后 就有个机会 就是被邀请去 我妈妈就 认识过信仰 她就邀请我 啊 一起领洗 那样 是你妈妈邀请你一手 是的 就是一个天主 一个invitation 一个yes 有时她的requirement 都不是很多 你yes了之后 她就慢慢去补偿 那我记得我 是领洗的时候 又跟天主有一个很特别的相遇 嗯 说来听一下 那时候是 因为我真的不认识宗教 不会说我领洗要做天主的儿女 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记得我领洗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十三 十二岁就是十三岁 我还记得那些水很冷 那领洗完之后 我觉得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有点滑稳的 不知是什么 但是猛了 猛了 很少人用的 是的 我觉得我自己猛了 之后我就觉得有一个人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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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伟大 就是人看着我 就是觉得有个人看着我 不是在场的人 他有个人看着我之后 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心里就好像有些事情要做 然后我就觉得你公主吗 谁人看着你 就是完全没有靈性的经验 之前也不会跟别人去分享 只不过你亂想 就是自己的结果就是 你在那里亂想 即是作出来的 是幻想来的 但是后来修远 当我进入了我们的团体的时候 记得回这件事 我就觉得 哇 真是 灵洗的时候 第一次跟天主的相遇 那个grace是真的 即是跟天主的接触 那一刻 是真的天父爱我 即是他真的给我感觉到 他看着我 是真的 我真的特别 每一个人都很特别 他让我感受到那份爱 当然那时候就不会明白 但是在团区里面帮忙 成长 开始听到以前没有听过的爱 在家里会突然说爱 你爱就是爱情 看电视那些是严格的 但是听到另外一种爱 天主是爱 去爱人 即是有些很正面的信息 即是进入了我的生命 那人开始慢慢有希望 但是第一就是 我现在是天主教道 我是不可以自杀 所以这件事就 已经告吹了 即是已经是不能做的 刚刚你形容你 就是领洗那一刻的 那份的经验 就是好看 突然间好像有个spotlight 就是好疑 我是好疼 我是好疼你 所以好像突然间 就是你好像 突然间被关注了 还有你不是自己看着一个很疼的人 而是你真的做回自己 我听的感觉是这样 过程 就是过程 是一点一点的转变 但是真的 塘区里面的朋友 或者我认识到很多 就是哥哥姐姐 他们真的爱我疼我 就是真的关怀 就是有人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它是关怀你 就是这一件事 你会觉得 哇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也有一种爱 是没有感受过 所以我很喜欢 在礼拜日去church 虽然很多东西 我也不明白 但是有什么 我也会帮忙 就是这样 我觉得天主 就好像在黑暗里面 由我领洗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一道光 那人生就变得有希望 就是多了一份希望 就是多了一份希望 个人就自由一点 但是这个都是process 就是到现在我都是 继续天主 继续去治愈 继续去给我认识自己 给我认识他 给他认识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天主真的拯救了我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没有信 就是天主没有入教 我的人生会是很不一样 就是 不会获得现在的幸福 其实如果说 非一般冒险家 如果冒险家这个frame 你会不会看到自己是冒险家 我是阿Q精神那种 就是我去冒险我自己都不知道 哦 例如呢 哇好漂亮啊冲啊 但是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后果会说有危险 是 你不是真的很冒险 因为你说过你很ansious 对吧 就是你很担心 但是你是不会想很多 计划得很清楚 知道了所有东西 你才会走进去的人 对 我就会是一个这样的 没有什么故后果就冲的人 那你有没有童年的志愿 我小时候想做psychologist Grade 7 我记得 为什么你想做psychologist 你当然是十三四岁 我想知道别人的心想什么 可能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 就是想控制别人的心想 就是想知道别人的心想什么 那我就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做 就是跟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有些关系 就是说回你读心理学 那你真的读了 嗯 可不可以说一说 就是其实你读心理学 之后你又会再继续读 一个master degree 一个psychotherapist 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治疗师 嗯 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的过程 为什么你会这样去继续这个路途呢 嗯 好笑的 小时候跟妈妈说 我想做一个psychologist 她说 哇 你读好书的哦 你这么懒 哈哈哈 我就 那这样做不到 那我就放下了 我就很想做 但是其实我想她是想 激将法 是 encourage我 但她不想到我是这么容易打扎 就是那些 你这么懒 是啊 那我真的懒 那我想我真的读不到 又不喜欢读书 又不喜欢上学 我想你的妈妈就暈倒了 她就忧了我 我那时候 连大学我都不想读的 哦 你以为读完中学就算了 我读完中学 我就要去读college 我就可能去学一下 弄一下饼 以后可能去 即是很浪漫一点的想法 嗯 我自己其实真的不切实际的 但是什么都行 就要报大学 那时候我记得大学修了我 有一间大学修了我 我就说我不会读的 我妈妈就觉得很可恶 她不是想念死你 她不逼我们 她给我们自由的选择 所以她就 因为我小时候 很多 就是经常要看医生 就跟她家庭医生很熟 嗯 那她就预订了个医生 就想着叫医生来跟你说 是啊 是啊 就是 屎乱 你跟她说 她大学修不读 你跟她说 即是一定有病 哈哈哈哈 一定有病 我想她就觉得很可恶 那个医生就 就是说了两句 她会听我 你就是想做什么 然后她就说 是的 既然你也有病 你就试一下 我试一下 就是我很容易被认识那些人 很傻 这些叫做天生 对吧 天生 真的 那时候读的是East Asian Study 是啊 因为那时候我喜欢读语言 有读日文 有读韩文 有读韩文 韩文都记得 看到都记得 但是说就真的不行 听就说不懂 不要紧张 你说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读了第一年 上了History of Singapore 我突然说 很闷 有什么用 我真的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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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旁边有个同学 他跟我一起 如果我真的睡着 你丢枝不落地 那我会继续 那我可能会写 哇很辛苦 那之后我说不行 我想我不可以挨到 四年 四年 那我就看到一个朋友 他读Art 但是他突然之间 他可以转到psychology 那我就 我是Elective的时候 就读psychology 咦 又读到 因为我真的有兴趣 我就会 好像看小说那样 去跑 就会看 at least我肯提一本书 我不是那些 读完 我会写一本 有些人很劲力 读书 我永远看都是 看看 嗯 就到了 读完了 就是我是那些 读完了 就拔边 拉边 就pass 我是那些人 所以那时候 跟着他 就一起转了 读psychology 完成 很开心 那时候 原来我读到的 就是 原来懒得可以读到的 就是 我喜欢他 是 帮我明白到人 亦帮我明白到自己 所以 一直读都很有兴趣 都了解多了自己 是的 少少 多少 但是 对我来说 有一个信仰上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那时候就离开了 church 没有去church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psychology 有时候的概念和我们 是很相似的 第一次有人告诉我 这个世界是没有rural 就是那时候 你读existential psychology 就是有existential philosophy 就是差不多是 你可以在一个石头爆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概念 蛤? 没有rural 就是 他就说了一个很key 就是说 你自杀呢 都没有consequent 的 consequent就是你身边的人 不开心 但是你是不会有consequent 这个就 蛤? 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新的 没有听过的一些理念 进了我的脑 令到我也有些confused 那时候就开始远离 天主在心中 有时候是在心中 不需要去望尼撒的 我们在心中 夜晚睡前都会说两句 就是依然都会说两句 但是就没有再 起不了了 就是你开始远离了 你没有了那个strength 就是grace就开始 我自己就没有接着天主给grace 那就离开了一段时间了 我想可能有年多的时间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consequent 就是那个位置里面 就是有点迷失了 嗯 但是还有个根 对了 我妈也是 她看你 她又不会逼的 她会邀请我 但是她不会骂她 自己去吧 其实你妈妈在这方面 都很像天主 我发觉 没有逼的 她仍然邀请 但是又给你自由去 是很特别的 是啊 她是很有智慧的 我觉得她是很有智慧的 我觉得她是很有智慧的 为什么你会有兴趣 去读master 这一样东西 很有趣的 就是暑假的时候 我想是最后一年的时候 就去做了一份part time 就买眼镜 第一次做sales 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做sales 我自己觉得不满足 就是我买了眼镜 赚了钱 这个我不觉得satisfied 我觉得我想是做些可以帮到人的事 我要去进修 去做一些我认为有意义 和我自己觉得satisfied的工作 因为中间有一个转变 没有说到 就是我离开了教会 但是在我尾段的时候 大学尾段的时候 我是回到church 那时候是一个更加热切去尋找天主 我那时候有个conclusion 如果天主是好的 我应该在psychology里面都会找到天主 就是我以另一个角度去读 就怎样在心理学里面 我可以找到天主的好的林哉 去服务去帮助其他的人 有一次就和神父去谈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同学 他去美国报了一间是天主教的postgram 就是学校的psychology school 它是很仔细的 它说你看看一下 我也是那些眼光都很窄的人 我就只能注意一间 我要去报 我不知道想rito 我就只能注意一间 它差不多开学的时候 便收收我 那我就一个星期时间 似乎没有做过Fair Personal 我就就是… 临着过去 我和我媽媽,我們駕駛下去,因為有很多東西 我們駕駛下去 天主的安排,因為我都是跌跌撞撞 我想做又做,就是很眷顧我 就是天主很眷顧我 就是這樣就入了那間 那時候就叫做Institute for 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s 現在就叫做Define Mercy University 它就是Postgrad 它有Clinical Psychology,有Counseling去讀 我那時候就選了Clinical Psychology 然後你讀完回來,你也有做過… 有做過幾年醫療師 其實你喜歡嗎? 是做些什麼的? 那時候就在Clinic裡有學 好像要跟師傅,要跟師傅 因為我是Master Degree,我不可以自己有牌 我要跟一個有牌的人 去學習怎樣做Theory 就是Master的時候有學的 但是你就是On-Job Training那種 我想做了兩年左右 但也不是說很餓,很多Client 都是在慢慢摸索 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因為我學的是有一個Integration 就是心理學和我們的信仰有一個Integration 就是我們讀那一科的時候 我們要讀Theology、Philosophy和Psychology 所以我是紅心壯子 是想做Catholic的Psychotherapy 但是是沒有的 因為都是有很多限制的 如果你的Psychology 你要講Faith 那我就跟我的Supervisor 有些Conflict 因為可能有些Case 跟我們的Faith 是有一些Conflict 一些Hot Issue 那他就說 你不可以跟他講 不過我都沒有 我記得他很Strong 他就說 他不是很實習的Jewish 他就說 I'll Convert you 即他甚至想Conflict 我讓我成為不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說 You can try You can try 但我自己就很Firm 那一刻是很Firm 因為他說了我要Conflict 那一刻我就覺得 如果我穿著一個修女服 你會不會想Conflict我呢? 你真的這樣想 我真的這樣想 如果我是一個修女 我可能我可以做Therapy 但我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你來得找我 你都知道我是一個 即我的Approach是什麼 那時候很Struggle 怎樣可以Integrate 我的Faith 在我的Passion 因為我真的看到Therapy 最終每個人都要被天主去指 對 所以你看到你本身是很相信的Therapy 可以幫到人 但是 某程度上 因為跟你的信仰 可以完全走在一起的位 所以你是很Struggle 對 其實有些Sat的 就連一些Catholic的Psychologist 我去跟他說 我認為愛可以癒癒人 對 所以很重要 要把天主帶到Therapy 那時候 記得有個Catholic的Psychologist 他說 你去做修女 你不可以在這裏做一件事 那 我就不明白 他就是Catholic 你的工作就是你用種 為何不可以Integrate 很猛 因為我學的是 有一個Integration 所以有很大的Struggle 不知道是不是這些是Sign呢 天主給我Sign你 是應該要做修女嗎 真的不是聽到寶兒修女的真情否白 我是不會相信 現在一個這麼開心 這麼會撥的修女 背後竟然有一個 這麼不開心的童年經歷 我們眼見有很多人 都被不開心的過去 去扼殺了 本來可以很精彩的生命 寶兒修女 怎樣面對過去的一個態度 都讓我們看到 我們的過去不一定 主宰我們的將來 如果我們可以學習 寶兒修女一樣 好像一個小朋友一樣 這麼依賴 嚮往天主的話 同時都願意被他帶著走 天主不單止會治愈我們的過去 而且會為我們安排最好的未來 面對陌生的語言 吃不慣的食物 不一樣的生活節奏 由加拿大搬到去秘魯 這個發展中國家生活 它怎樣適應呢 有情喝水飽 所以你看到耶穌就是這麼有吸引力 其實那一刻已經不在意了 已經決定去入這個團體的時候 我真的決定把所有東西給耶穌 這個星期 寶兒修女繼續分享她的 非一般冒險家經歷 看完這一集的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時都請收聽我們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 以及訂閱Podcast 要購買天主教書籍 和信仰靈收禮物 請來到我們位於Markham的 生命恩全資源及媒體中心參觀選購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 今後